在本课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说 我们首先介绍现象方程组 对吧 那就是AX等于B这样的情况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 所谓AX如果是不能正好等于B 也就是说有可能方程组无解的情况 但是我们还想要找一个 能够使得AX最接近于B的这样的X 是吧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就是跟最小二乘法 list squares有关系 list squares 所以他这个问题可以说成是什么呢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想要让AX跟B比较接近 对吧 你怎么样衡量他们接近 说白了就是他们的距离比较短 就可以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可以把它变成 叫做AX减去B 把它看作一个向量 然后我们希望让这个向量的范数方 能够最小 以找寻这样的AX 这个意思 好的 那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什么时候AX等于B 它就无解呀 那简单来说 如果A是可逆的矩阵的话 那一定是有解的 对吧 所以如果说A它不是一个可逆的矩阵 甚至说A它都不是一个方阵了 那如果说是一个矮胖形的矩阵 有问题吗 矮胖形的矩阵通常来说没有 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是吧 就是假设说前面这些方程 它都没有出现矛盾的情况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会发现 对于矮胖形矩阵来说 它相当于是位置数的个数 比方程的个数来得多 那这样的话就是 叫做underdetermined 是吧 信息不足以我们确定下来 唯一的X通常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是对于另外一种情况 也就是受高性的矩阵来说 那这个方程组写出来的情况 那大概就是这么着的一个情况 是吧 这么着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什么呀 位置数的个数比方程的个数来得少 方程的个数比位置数的个数来得多 那就是叫做所谓overdetermined 那也就是说上面这一块 只考察上面这一部分 可能没啥问题 是吧 但是再加上底下这些多的方程 就有可能出现矛盾 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是出现了 方程的个数比位置数的个数来得多 换句话说就是 假设A矩程是M行N列 对吧 M比N来得要大于的情况 就有可能会出现 AX等于B 正好等于B没有解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 那么如何 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改定大家A矩阵 改定大家B相量 是吧 如何找到一个X 以使得AX减去B的范数方能够趋向于最小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这里先跟大家介绍第一种方式 就是一个所谓的叫做Best Solution 也就是最优解这样的问题 是吧 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想要找一个最 想要找一个能够使得AX和B离得最近的这样的解 是吧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怎么来看 再把我们上面这个问题稍微的给它详细的说一下 A矩阵 我们现在把A矩阵的行可以列出来 比方说分别叫做A1行向量 是吧 一直到A M行向量 因为它是M行N列嘛 对吧 也就是说这每一个A向量 它都是长度为N的向量 然后这个东西它乘以X再减去一个B B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 也是M为向量 对吧 B1一直到BM 然后这个东西算出来的话 就相当于是AX减去B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叫做R R就是Residual 是吧 Residual Vector 余下部分的这个向量 对吧 那现在我们说白了 就是想要让Residual Vector的长度比较小 是吧 具体来说我们要干的事情 你可以说成是minPX 然后想要找这样的X 是吧 而PX是什么呢 PX就是我们这里面所写的AX减去B minX怎么样 AX减去B的 范数方是吧 再说一遍 这什么意思 就是想要让AX减去B最小化 然后其中我们可以改变的是什么 或者说是我们的Argument是什么 我们的Argument是AX对吧 这是我们的可以选取的量 这也是我们要找的量 然后当然也可以写成是minR方 是吧 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说这个最小值怎么找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最小值可以把它表示出来 是吧 它不就是这个吗 我们讲过说一个矩阵的范数方可以写成什么 比方说X向量的范数方 它就应该是XT乘以AX就可以写成这样 是吧 AX减去B它也是一个向量嘛 这个向量的范数方 我们自然就可以把它写成AX减去B 转置再乘以AX减去B是吧 所以我们简单来写一下 这个我们上面把它定义成了叫做PX 所以PX等于AX减去B的转置乘以AX减去B 对吧 这样 那我们就根据矩阵乘法把它打开嘛 这里面的话AX减去B的转置是吧 那就是分别的转置嘛 XTAT 然后减去一个BT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同意 就是AX一起的转置 应该等于X转置乘以A转置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东西再去乘以一个AX减去B 就是这么着一个情况 那我们就把它打开矩阵乘法的分配率 对吧 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顺序 始终是要保持先左再右这样 所以第一项XTATAX 然后比方说这一项减去BTAX 是吧 然后呢 再减去XTATB 最后再加上一个BTB 就是这么着的一个情况 然后 现在我们要把它进行最小化 是吧 如何进行最小化呢 我们再多加一步处理 就是这两项 大家看一看 它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你眼尖的话 或许能够发现 是吧 BTAX和XTATB 你可能能够发现说 它俩应该是互为转置的关系 是不是 BTAX 如果说给它求一个转置的话 不正好就应该是XTAT BTT BTT就是B 对吧 XTATB 所以就说它们二者应该是互为转置的 但是同时我们又注意到说 这算出来的这四项 它们分别都是什么 分别都是一个数 对吧 分别都是一个数 我们最终算出来的也是一个数 这四个东西算出来都是数 那所以 对于两个标量 对于两个数来说 一个东西是另外一个转置 相当于什么 就是一乘一的矩阵 它的转置应该是它自己 对吧 所以就是说这两项 它们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妨把它们两项合并一下 XTATAX 然后我们再减去一个什么呢 两倍的 XTATB 是吧 XTATB 然后再加上一个后面的BTB 然后为了方便起见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 为了写法上面的方便 是吧 稍微换个圆 换一种写法 叫做XTK 然后乘以X 减去一个RXTF 再加上一个C 是吧 这样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自然K就是我们这里面所写的ATA 然后F就是ATB 以及C就是BTB 是吧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去求一下这个东西的最小值 那这个东西的最小值怎么来求呢 其实大家注意到说 这东西有一点点类似我们的这个中学里面学过的二次函数 是吧 二次函数的图像说不来就是抛物线 那这个这个东西你可以一定程上说成是多维的抛物线或者是多维的抛物面 对吧 多维的抛物面 那对于一个这个二次函数来说 你如何找到最小值 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方法吧 第一种 大家在高中学的就是找一个函数的最小值的一般方法 那可能就是求导 那对于我们这边来说也可以说一下求导 这个一会再说 那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找一个 找一个多项式 它的极值是吧 怎么找 实际上就是要找它的顶点嘛 对吧 找它的顶点 AX方加上BX加上C 我们怎么样找它的顶点 实际上要通过一个配方的操作 是吧 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AX减去H的方 然后再加上什么K 比方说 是吧 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个配方的操作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极值了 那在我们这里也是同样 就可以考虑 就可以考虑使用配方的方法 是吧 那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直接跟大家摆一个定理好了 定理 如果K是一个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过的叫做positive definite 它是一个正定矩阵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得出结论 叫做X1星啊 它等于K-1乘以F 然后这个时候PX1星等于C减去X1星T乘以K乘以X 这东西直接就是我们的最优解 是吧 直接就是最优解 也就是说 如果K是正定矩阵 我们怎么样就能够让PX最小 那就是让X取成X1星 X1星的取值是K-1乘以F 并且此时可以发现 这个最优的P值 或者是最小的P值 就应该是这么一个 C减去XT X1星T乘以K乘以X1星 是吧 这是对于正定的情况 那如果说是对于半正定呢 对于半正定来说 可以把这个条件放宽一点 如果是正定矩阵 我们讲过 说正定矩阵 它肯定得是满质的矩阵 对吧 所以也就是说是可逆的矩阵 因此对于正定矩阵K来说 我们可以求K-1 但是如果说是半正定的矩阵 没准K就不是可逆矩阵 那这个时候的话 X1星就选取成本的东西就形成到 X1星已使得 这是such that 对吧 以使得KX1星等于F 这样就行了 是吧 满足这样的X 现在有可能不止一个了 在PSD的情况之下 就还是能够保证说 此时把X1星 网P当中一带能够得到的是最优质 是吧 最优质 所以再说一遍 如果K是正定矩阵 那么X1星等于K-1乘以F 就能够保证说 把它带进去算P 算出的值是最小值 算出的值是最小值 是吧 如果说是positive semidefin 是半正定的情况呢 那么或许K不是可逆的 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求KX1星等于F 就行了 是吧 找到KX1星等于F 这样的解就可以 好的 我们来把这个事情说明一下 证明PX等于XTKX-2XTF 再加上C 是吧 加上C 这个C其实不是向量 是吧 我直接把它写成一个数就行了 这个 这个